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紀元記者宁海中綜合報導 刀把子爭鬥中南海除內奸或先驚掏 中共國安部長陳一新日前宣稱要反顛覆 反霸權 反分裂 反恐怖 反間諜 挖釘子 除內奸 觀察人士認為 所謂無反是用來恐嚇黨內官員和異議人士的 而習近平身邊內奸防不勝防 目前 中共幾個刀把子相互爭鬥抓拳 中南海或先驚掏駭浪 4月29日 中共國安部長陳一新 在黨刊《學習時報》頭版頭條的署名文章中 宣稱國安部要反顛覆 反霸權 反分裂 反恐怖 反間諜 反顛覆要對外堅決防範 抵禦顏色革命 並提到堅決挖釘子 除內奸等等 5月2日 獨立時評人蔡勝坤在海外X平臺撰文表示 習近平親自提拔的官員 去年也不斷遭到清洗 比如當時的新任外交部長秦剛 和新任國防部長李尚福 以及火箭軍一大批將領 說明習近平身邊的釘子 內奸也是無處不在 防不勝防 陳一新拋出無反 更多是恐嚇黨內官員和異議人士 不許任何人輕舉妄動 不許任何人說三道四 蔡勝坤表示 今天中共的刀把子分散在不同部門 中共的這些機關 如同中國歷史上 明朝可怕的神秘組織 東廠 西廠 錦衣衛 其中 中紀委是最厲害的 抓人不按法規 無論職位多高 隨時可以出手 對官員的威脅性更大 公安部門本是掌管公共社會安全事務的部門 然而去年新上任的公安部部長王小洪多次強調 公安機關的主要任務是維護政治安全 政權安全 性質和責任跟以往不一樣了 蔡勝坤說 中共公安部設立的特勤局 替代了過去的中央警衛局 對副部級以上的官員嚴密監視 嚴防死守 連出門吃飯 私下說話 與誰見面都失去了自由 至於陳一新掌管的國安部 蔡勝坤認為 這個部門過去並沒有什麼存在感 去年以來卻頻頻搶權 再加上檢察院 法院 可以說 現在對中國社會的控制 遠遠超過帝王時代 甚至超過毛澤東時代 蔡勝坤說 這些擁有刀把子的部門相互爭鬥 都想抓住更多的機會 抓住更大的權力 陳一新上任之後 國安部門不斷擴權 不斷虛張聲勢 除了不甘寂寞 就是想在習近平的面前爭寵 其他刀把子顯然也不會拱手讓出權力 所以 陳一新要搞新無反運動式喊喊口號 還是要掀起驚濤駭浪 需要觀察觀察 台灣立志協會執行長賴荣偉 4月30日也對大紀元表示 在國安部這無反的內容中 反顛覆被放在第一位 說明中共的國家安全 說到底就是為了政權的穩定 陳一新的文章在中央黨校刊物上發表 也是指向中共的黨政幹部 這些人對習近平非常的不滿意 甚至有可能串聯外部勢力 對於習家軍內鬥 賴荣偉此前表示 習近平好像是新時代的毛澤東 毛澤東把對手都批鬥完了 文革也沒有避免 習近平現在大權獨攬 沒有人敢批習近平 但是習底下的人 每一個都打著習的旗號互相鬥 台媒上報4月27日發表的杜正的評論文章認為 習家軍這個政治團夥 絕非是鐵板一塊 伴隨著中國國內經濟危機和國際上地緣政治的惡化 在亞歷山大之下 習本人隨時會身體出狀況 習的一幫親信 各懷野心 在權位方面有自己的盤算 文章說 王小洪上任後 重組打造公安王家軍 恐怕未來在中南海要攪起風波 而陳一新靠手下馬仔 以竊聽等步伐手段 掌握著中共高層各大佬的不為人知的把柄 而國安部高調擴權 會四面樹敵 加劇中共內鬥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 還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是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 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 又有參曬參 白參 紅參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宝黑參口服液以100%韓國優質6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一寶建 記載的九針九鋪方法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人參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灶代RA、RF、RG3、RH2為高麗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針九鋪製作後的黑參造火興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持高麗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灶代RG3的含量比紅參高八倍 人體對玄宝黑參中的人參灶代的吸收率高達80%以上 是紅參的6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輸入優惠碼 DJY2024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